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一盏灯超过再加点一盏盏灯 所以不是灯的多少 而是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为什么佛叫无量功德 因为佛的心圆满 三善根圆满 所以可以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来利益众生 也因为如此 我想各位要开始很努力地 把自己的心提升到最圆满的佛心的状态 这个叫一心念佛 所以如果你内心里面有烦恼 杂然 执着 那就没有办法 甚至没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 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万法的真相 所以如果你喜欢打瞌睡 就没办法 因为要非常维系 不然你会觉得它是花 那事实上对于一个修行人 他不是花 花不名为花 才叫花 意思是说 你了解花的本体是空性 然后你再利用花 就不会被花污染 这样知道吗 爱情不是爱情 才叫爱情 如果你觉得爱情很甜 很执着 那你根本被爱情绑死了 你根本不能用爱情 因为你会执着 但是观音菩萨用爱情可以 因为它有空性 它的爱情是平等 没有恨的 所以变成慈悲 那可以 这个就是佛教教讲的空性 那当然我们修行 并不是出家就结束了 或是持戒就结束了 而是说戒定慧 我们目的是后面这个慧 般若般若密 那为了达到这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用戒跟定 做前行的方便 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它就卡在戒律上 叫戒慢 但是你也不能说 那我重视智慧 就不要持戒 因为你没有戒做根本 不可能得到智慧 但这个戒就包括 少数的父母 惭愧心 所以我们叫受菩萨戒 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心态 承担众生苦 众生苦 就是我的 就是我该做了 这是我的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就像你脸脏脏的 觉得很丢脸 但事实上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你就觉得自己很惭愧 这个叫菩萨戒 而愿意去承担 所以 那你有这个戒基础 然后 来开始专心 来用我们的心 怎么去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可能要花很多心 所以虽然一个小小的替身 那各位就要 就要把 观想 用你的心去观想 虽然它本体是空性的 也就是因为空性 所以它可以变成万事万物 所以众生要什么就变什么 你要皮肤 你要眼睛 你要钱 你要什么 但是这个方便 并不是满足它而已 而是说 透过这个 假的东西 希望它找到真理 所以 先与欲勾迁 后令入佛字 所以 当然你在家里 如果你自己有空 在刚刚上面念的这个纪文 你要念得很熟 而且要观想得很好 再加上 你的了解 比如说各位现在在印尼 印尼有一两亿人 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他们需要什么 那你就要变成什么 所谓这个R就是 把我的给你 把我拥有的满足你没有的 比如说对方腰不好 那我把我健康的腰给你 对方心脏不好 我把我健康的心脏给你 所以更重要的是 佛陀叫 布施者 什么意思呢 佛陀的智慧是为了布施给我们 佛陀的功德是为了布施给我们 所以我们修行的功德 要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这也是一种 念习 因为你不断地这样念习 才有可能成佛 有一位信徒问我说 师父我本来身体好好的 跟你R完以后开始痛了 这什么意思 我说不错 你有悲心 那个断腿的 就附在你腿上 让你感受到他的痛苦 因为他知道你有悲心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我以后不做了 那我就说 那你以后不能成佛了 成佛 那你就是真心的愿意 来承担众生苦 那现在给你感受一下 皮肤痛 腿一下酸 你就马上不做了 所以佛教不是追求快乐的宗教 佛教目的是要承担众生苦 所以你马上做完 好像身体被火在烧 那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感受到 那种大热地狱的痛苦 因为你的悲心 所以当然各位 爱情是快乐的 慈悲是痛苦的 这是站在世间的 但是站在佛教 爱情的快乐最后是苦 那慈悲的痛苦 最后是乐 那叫正的空性 所以在正的空性以前 都是痛苦的 以苦为始 正的空性以后 是能够融入于痛苦 而不退转 在没有正的空性以前 是安忍于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 天天安忍于痛苦 如果你喜欢放松放松 快乐快乐 那你去谈恋爱就好了 你去赚钱就好了 但是如果各位要行菩萨道 那你要认为 二十四小时都在痛苦 你要做善事 人家也会障碍 做什么人家 都要找你麻烦 因为觉得你在这个世间 很孤独很痛苦 那这个就是修行 就像一些玄奘法师 这些大法师 包括阿提侠尊者 他们要去求法 去取经 那个时候用生命 多少个痛苦 所以要经过八十八种磨难 最后才可以 这一点各位先想清楚 只是我们苦的很有意义 希望你的身体永远都是提升多 因为天天那边痛 所以我带各位坐那么久 就希望各位身体会痛 才叫成功 你不要自私的 我心中好 那你是自私的 这个跟菩萨道 菩萨道没有关系 那可能是一种世间福报 当然可以 你可以得到世间福报 可以多活五年 最后还不是死 但是如果你能够不断地这样苦 但是又超越 不断地苦又超越 那最后你才可以 真实达到消除我之的空性 圆满 质量 最后你才可以自由自在 不是说没有痛苦 是自由自在 在痛苦里面度众生 那这一点各位要 经常这样想 经常这样想 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坐 因为有时候 带大家我没那么专心 但是我自己在 自己的地方 一块面包 我捏很久 像这个地方最好 你窗户打开 外面都是垃圾 随时有很多鸟 随时有很多蚂蚁 随时 你随时布施一些食物 都没问题 你自己烧 观想 把他尸体烧焦了 慢慢地 慢慢地去布施 最好的烟共 这个 连观想的过程都是苦 为什么 打瞌睡很容易 胡思乱想 吊举很容易 但是你要把你的念头 不要打瞌睡 但是你要脑筋 保持上非常清楚的状态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可能要 这一次我们强调 观想 这个环境很好 真的很适合观修 千万不要欣赏风景 我觉得这个景 它只是让你静 你了解森林里面的 所有的众生 包括这些山神 树神 地上的蚂蚁 空中的鸟 所以有形无形的 这个叫什么 来 鬼神村 所以森林那么多 都是鬼神 鬼道在住的 不是你欣赏风景的地方 如果了解佛法人 他不会去欣赏这个 只是现在的人 是被这些 被这些现象迷惘住了 所以他去享受这个空气 只是说 我们要感谢 赶快利用这个精进 然后呢 不断地来做布施 不断地来开智慧 你要行菩萨道 最漂亮的花 最好的声音 最好的景色 你都要会 像刚刚讲 如果你觉得 现在森林很美 风很好 把这个融入于地狱道 因为爸爸妈妈 这边热死了 冷死了 非常的痛苦 你没有享受的机会 你一切都是为了转 转 把好的转 转给不好的众生 把众生不好的 转到你身上来 那你要一直 一直修 这样的心态 来转移 如果有一个地方 可以不断地做 不断地持悲 这是非常好的 就像各位放生 不断地放生 不断地施干路 这是一个有违法 但是呢 透过这些 可以修行内在的悲心 透过这些 可以布施自己的执着 因为你布施 那你总要花钱 你总要 就像付体力一样 就会把这个我 消除掉 所以你没有彻底的布施 就像 释迦牟尼佛要 千百万次的布施身体 财产 最爱的太太 最爱的儿女 地位 都要完全 这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 也不是观想就可以解决了 观想是策动你的心态 这个心态 让你真实地敢去布施 就像 你一个出家人都要布施 为什么 理头发 因为头发是代表 自己的外表 但是 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做 而且经常叫我们 理头理的光光 不断地断 不断地断烦恼 至少你要知道 理头发的目的在哪里 但是哪一天你照镜子 我这个头发不错 你又完了 因为你又要开始执着了 佛教里面 就是叫你 哪一方面你都不能执着 但是如果你要讲 庄严就可以 今天我不执着 我可以变成丑八怪 但是我所有的一切 是为了庄严佛法 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显现 我自己唱得好 讲得好 身材好 哪里好 穿得好不好看 就像各位现在穿这套衣服 算了 这辈子就穿这套好了 你会出不了门 人家问你 你穿睡衣出来 你参加儿子婚礼 也穿过去好了 全部人都问你 穿这套干嘛 因为它就是故意灰色的 我们以前是青色加灰色 就代表已经算很旧了 叫青灰色 现在是纯灰色 但是无论如何 就代表一种败坏 所以不好看的颜色 就实时把这个不好看 弄在身上 只是现在时代变了 反正连拿个练柱都要找个好看的 当然如果为了别人 可以 我这个庄严不是一种贵 而是我念的 念得很认真 来送给别人 那是可以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出离心 就有句所谓修悲心 那是骗人的 所以帮助别人之前 一定自己先放下 如果你没有放下 你就说我去帮助别人 最后你就会 就算出家也会还属 因为在这个出家 菩萨岛 女人 男人 金钱 地位 这些你没有看清楚 就去追求这个的时候 这个叫用世间法 在经营佛法 然后就会变成佛教乱象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各位 要看破自己 我们叫不静观 所以唯一的意义是 可以奉献给众生 钱是不要的 但是钱唯一的意义是 可以去帮助众生 这还有钱的必要 但是钱被偷了 你也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 随缘 因为对我来讲 一块钱跟一亿美金 是没有分别的 一亿我就做多一亿